Hello,大家好,我是Miranda,PKF马尔塔公司的亚洲商务区代表,主要负责移民的相关事务,很荣幸能够借助中国离岸的现场平台跟大家分享和交流。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尔塔新永居项目MPRP,请看屏幕。 首先对马尔塔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马尔塔地理位置位于滴中海的中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南部,主要由三个岛屿组成,马尔塔主岛,科佐岛和科米诺岛,总面积为316平方公里,马尔塔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 这个是给大家分享的几张比较漂亮的马尔塔的风景。 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马尔塔历史上曾被阿拉伯圣约翰骑士、法国、英国等大国统治。 1964年脱离英国独立,1974年成立马尔塔共和国,但仍然是英联邦成员国。 2004年加入欧盟,07年加入深耕区,08年加入欧元区,放弃了以前的里拉,正式使用欧元。 到目前为止呢,马尔塔是全球唯一一个思维一体国。 多年来呢,马尔塔在金融服务业、博彩业、航空业领域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而且现在也是欧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也是欧盟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除此之外,马尔塔充满活力的国际化生活方式、温暖的气候和湛蓝的大海, 被国际外籍人士社区评讯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之一。 从2014年,马尔塔政府开启个人投资者计划及护照项目, 已经15年的居留和签证计划及永绩项目以来, 我们公司第一时间就注册资质成为授权代理机构, 并在中国、越南、印度等验诸国家推广移民项目, 也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众多的项目考察团。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一直保持在100%的申请成功率。 这是我们之前在中国国内参加移民峰会的一个场景。 马尔塔为高精致人士提供了广泛的公民身份和居住计划, 包括13年推出的全球居住计划, 这个计划则是基督一个财政方面的激励。 14年推出的马尔塔公民投资者计划MIP, 并且这个MIP在19年7月底结束, 目前进行了修正和现在实行的一个是马尔塔新的投资项目。 15年推出的马尔塔居立和签证计划MRVP, 并MRVP项目在今年的3月底进行了新的修订和更名, 有了一个新的名字,MPRP即永居项目。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官方的关于视频介绍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您欢迎订阅的支持者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 are also progressive to welcom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create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nation's statement to our economy. One of the hasn't been in the pandemic, but we are optimistic for the future. Our economy has remained stable. Our businesses went and we want these governments to put into place initiatives to protect businesses and jobs. Our resilience has been such that the international agencies still give us higher rankings, and the signs are that our economy will bounce back faster than many others do. We have a strong health service. Our economy has been so much to demonstrate that it's residents' responsibility in an emergency by providing better and lasting health care for people who felt it. Indeed, the high quality of health care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features for people concentrating on residents here in the past. 相反而成為了主要製造企業來自對居民主要設計的 我們為了主要決定 我們決定要取消負責任 我們為了高級音樂的 從第一步 企業的反應 非常有興趣 當地位置 我們為了主要主要的 他們認識 所有的負責 我們的負責任 他們卻得了 這些負責任 我們在為主要負責任 莫得了 五十 八十 六十 七十 八十六十 十二十 六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六十 六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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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他的永居项目有很多优势 主要体现在受益人可以在马尔他有无限生活工作和居住的权利 享受典籍的英式教育 享受全球排名第五的尖端医疗 获得安全稳妥的房地产投资机会 而且可以免签通行深耕国家六个月内有权在任意深耕国最多停留90天 也为跨性链和同性链等推出群体提供欧盟最前沿国家的平等权利 在投资要求方面呢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房产可以提供 可以选择买房或者租房 如果申请人选择买房的话 申请人需要在马尔他购买价值不低于35万欧的房产 如果房产位于戈子岛或者马尔他南部的话 价值不低于30万欧 如果选择租房的话 年租金不低于1万2千欧 如果房产位于戈子岛或者马尔他南部的话 价值不低于每年1万欧 对于房产的要求 需要申请人持续持多5年 5年之后可以没有房产价值上的一个要求 但是需要有一个有效的居住地址即可 不可退还管理费用为4万欧 初始费用为1万欧 需要在递交申请的时候支付 剩余的3万欧呢 需要可以在获得原则性批货之后的 两个月内支付就可以了 在政府捐赠方面 有提供了两个选项 如果是选择租房的话 政府捐赠是要求5万8千欧 如果选择购房的话 政府捐赠就会小很多 只需要2万8千欧 而且除此之外 需要购买健康保险 但是新政下 健康保险只需要覆盖 简单的来说申请程序包括签订授权代理协议 提交完整的申请材料 然后呢 政府监管机构进行大概4层的严谨的禁止调查 如果通过了禁止调查 就会签发原则性批负证书 那么申请人就可以按照要求进行符合条件的投资 投资完成之后 政府就会签订最终的最终批股证书 那么申请人就可以根据自身的那个出行计划 登陆马尔塔入区主文 领取的最终批股证书和办理居留卡 整个申请程序持续在4到6个月 马尔塔政府根据这6年来的永居项目申请经验 以及期间预得的问题和收到的建议 对马尔塔新永居做出了调整 从这个新旧永居项目要求对比表格 我们可以看出总体来说 投资新旧永居大体一致 互相上下 但是对多数申请人来说 新永居还是各项利好的 主要体现在一个是资产要求方面 主申请人总资产要求50万欧 这50万欧可以是房产 债券 基金 股票 银行存款 奢侈品 豪车等等等等 只需要能够提供知识性文件支持都可以 但是其中的这15万欧需要是可变现的资产 而且这50万资产只需要持有5年 5年之后申请人可以自行支配 并且仍然保持永居顺份 另一个是取消债券投资改为对政府捐 对大多数人的申请来说 这一项是更方便 伤心和安全的 就像前面说的 保险只需要购买马尔 覆盖马尔塔本地的健康保险即可 无需再覆盖整个我们的地区 那么费用方面也会大大的降低 投资风险小 对于大额的投资像购房买房保险 非政府组织机构捐赠 只需要在获得原则性批股证书拿到之后进行 而且目前政府接受部分申请程序线上抵较 这大大提供的申请效率 缩短了申请时间 对比之前的项目申请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这里列举了几个申请过程中常见的几个问答 比如居留证和居留卡的有效期 只要符合规定居留证是有效的 居留卡的有效期是五年 五年之后申请人需要重新录取主文办理新卡 如果是未成年人到达14岁或者18岁的话 也是需要重新办理新卡的 第二个是加密货币是不允许作为金融资产的 而金融流动性资产应该是像股票债券基金银行存款 这样的一个方式 父母祖父母申请的话是没有年龄限制 而且在申请后期是可以添加咱们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的 但是如果是开启一个小的申请程序的话 是需要在咱们第一个申请签发之后 才能进行才能开启一个新的小的程序 申请人递交相关的文件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即可 而且马尔他永居项目的受益人也可以申请加入马尔他国籍 但是申请人需要在马尔他连续居住五年 并且精通马尔他语英语的书写和口语 然后递交申请材料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并不意味着这个可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 部长可以根据内部的政策 居留年限等其他综合因素 做出一个同意或者拒绝的一个决定 根据马尔他永居项目申请人 申请人是不授予申请人 授予人在深耕地区的其他国家的一个就业的权利 但是如果是授予人想要在其他国家工作的话 只需要在当地国家申请一个工作许可就可以了 相比于其他的移民项目 马尔他永居的移民方案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尤其是对于新项目 新永居项目来说 马尔他政府是非常支持和鼓励申请人 购买马尔他房产的 这样的话 马尔他的政府捐资也会很大程度上一个降低 因此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 一个主申请人配合两个子女 申请马尔他永居项目的沉默成本是在7万欧 在获得原则线披护之前的封眼资金仅有一万欧 不包括律师费以及其他的辅助费用 为什么选择PKF PKF是在五大地区150多个国家有超过480个成员所 全球2万名专业人士 国际会计网排名第15位 年收入超过近14万美元 而马尔他PKF 2000年4月加入PKF国际 是一家快速发展进步的售所 为各行各业的众多客户提供服务 已经获得马尔他政府各部门的一个资质认证 包括身份局 税务局 增值税部门 马尔他商会 以及商务部的一个认可 而且呢 PKF国际的480个成员所之间是相互独立又协作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能够得到得天独厚的 然后其他代理没有的一个优势 能够获得国际网络 为我们的客户更好的服务 获得更好的资源 好 谢谢大家的保护时间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跟我们的联系 也期待我们日后的合作 谢谢 谢谢大家